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课程版权属于丰衣族职场教会所有 仅供个人灵修使用 请勿下载自行剪辑 若有疑问 请写信到我们的信箱 与我们联络 感谢您的配合 大家早安 今天礼拜天 就是神儿女要聚集的一天 我不晓得各位刚刚在路上的时候 也许你应该会有遇到一些人 可能也是别的教会 正要去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许你会遇到 但是你没有发现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观察过 如果你现在要猜 这个人 礼拜天早上这么早就起床 然后赶着要去某个地方 你会不会猜 他们应该也是神的儿女 那你会怎么猜 孔子说 所以先观察看看 他像不像基督徒 有一个方法可以检验 就是打他的右脸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都要让他打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但是最好不要试 因为他可能是 没有读圣经的基督徒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但是更恐怖的就是 如果万一他不是基督徒的话 那你打他的右脸 你可能有被打不完的左脸 到底基督徒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发现得出来 大部分的人可能你可以想象 应该就是平安喜乐 在嘴边 然后有爱有包容 这比较像基督徒 但是也有不是这样子的 譬如开车的时候 也有可能有人随意超车 开车横冲直撞 但是他也是基督徒 我常常有时候 礼拜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台 有一台这个乡行车 是上面写着耶稣爱你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信耶稣得永生 耶稣爱你的这种车 但他每次都冲很快 一直变换车道 横冲直撞的 那当然我知道 他一定是准备要载一些设备 可能要去会场 要去先把会场的 像这些东西把它架起来 所以他非常匆忙 要开比较快一点 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是 教会的弟兄姐妹 假如你看见这样一辆车 然后一直超车一直超车 然后上面还写耶稣爱你 这样子会做何感想呢 原来耶稣爱这种人 这样也没错 不过这个不重要 这个都是别人 你观察别人像不像基督徒 但是别人可能也会观察 你是不是基督徒 今天你来主日的路上 可能别人也在观察你 然后你就走这走这 然后进来到国际会议厅这里 原来是风衣族的 但是你在路上 你像不像一个神的儿女的样子呢 其实这也不重要 因为别人怎么看你 没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你 神怎么看你 像不像基督徒 像不像神的儿女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那到底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 才是真正的 正统的 最纯正的基督徒呢 我们要来读一段圣经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这里讲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各位你读到这里 你会不会心里面 浑然发出充满各式各样的问号 如果你发出问号 表示说你是正常人 如果你发出问号 那也代表其实你就是有犯罪 所以你怀疑 那到底这个不犯罪是真的吗 也许你应该会有一种感觉 这句话应该是说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加一个问号 这样子比较像 比较符合事实 那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犯了大罪小罪 可能就是在你已经受洗了 成为弟兄姐妹之后 你还是一样 有很多罪 那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有几种可能 我们来思考一下 第一种可能呢 可能是说必不会犯罪 那必不会犯罪 这个大家一定更没办法认同了 这个好像不是很符合事实 如果必不会犯罪 那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 他照理说应该 甚至你打他的右脸 他应该给你打左脸 他应该要为人可以舍命 因为舍己嘛 所以好像也不是 那也许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的 必不能犯罪 没有办法犯罪 没有犯罪能力 显然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只有死人不能犯罪 只要是人活着 一定有能力可以犯罪 所以这句话这样子讲也讲不通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必不可犯罪 那这是废话 哪有人可以犯罪的 所以这个也不太对 那到底必不犯罪 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徒会有一个特征 就是凡从生生的必不犯罪 可是这个特征 有没有在你的身上 就是一个小小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会很大 那到底我们想犯罪是怎么一回事呢 也许各位会觉得 我受洗了之后 应该也没犯什么罪 我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 没有贪章枉法 应该也不算罪 是 没错 但是你可能有犯罪 并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里面 告诉我们一件事 启示录21章第8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那些唯有胆怯的 不幸的 还有可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还有行邪术 拜偶像 还有一切说谎话的人 他们的份要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面 就是第二次的死 这句话很严重 我们来看里面有几项 当然是明显的犯罪 可是有几项 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像 第一个 我有胆怯的 你会不会胆怯 犯罪 你要被丢在硫磺火壶里面 第二次的死 不信的 你有没有有时候不信 你不相信神 祂要拯救你 神祂告诉你 我不撇下你 我也不丢弃你 有时候你不相信 所以你会觉得你很孤单 好像你是被离弃了 常常会不信 小心 就是在硫磺火壶里 那后面可证的 有没有言语可证 讲话是骂人的 那有没有可证 这个也要小心 那当然后面 还有淫乱 杀人 行邪术 拜偶像 这些当然都是罪 但是还有一个 一切说谎话的 这个也是罪 很大的罪 对不对 但是你一天说了多少的谎话 也许你没有说出来 但是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可能都是说谎的行为 这些都要被丢在 硫磺火壶里 这句话 各位 你应该把它背起来 唯有一切 胆怯的 不信的 可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洗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 要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因为这个很危险 所以你应该记在你的心里面 这些就是可能我们会犯的罪 但是罪也不只是如此而已 这个罪 讲白了 就是我们不要神 不相信神 当然就是最大的罪 与神隔绝就是最大的罪 但是我们明明已经是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已经受洗了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我们就已经恢复神儿女的身份 但是 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么多 不讨神喜悦的罪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 思想的一个问题 到底今天 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里面 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不能害他 这里告诉我们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我们实在也搞不清楚 到底必不犯罪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前面 必不犯罪 前面是说从神生的 那在更前面讲什么 我们知道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你应该知道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呢 一定是 这是一个常识 什么常识呢 就是你是谁生的 你就会有像那一个 生你的人的样子 这是常识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所以你是你父母生的 你就会有跟你父母相似的 看法 相似的想法 不管你认不认同他 你在耳濡目染当中 你就会有你父母的想法 你父母的各种样式 会在你的里面 这是不是基本常识 应该合理吧 所以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会有什么样 神的特征呢 我这边列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会有神的眼光 神的眼光 会看到什么 神的眼光 跟人的眼光不一样 人的眼光 就是看今生 但是神的眼光 会看永恒 因为他在永恒里面 他所看到的 就是永恒 但是人所看到的是今生 人因为看到今生 所以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可能都是犯罪的事情 我们所思所谓 可能都只是为了当下 我们要能够度了过去 所以你可能会说谎 你可能会有冲突的反应 会有很奇怪的想法 可能过了这段时间 你再去回想 为什么我当初会做出这种事情 不应该做的 可是在当下 因为你所看到的 就是今生 那短暂 你会想要度过 那一个瞬间 所以你可能选择了说谎 你可能选择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 如果我们的眼光 就是今生的话 那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犯罪 有一个老王 他七十多岁了 但是他最近 又娶了一个 三十多岁的太太 那他隔壁的老臣 他就很羡慕 他跑去问老王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个老王就说 你猜呢 老臣就说 我知道 你一定是骗他 你五十几岁 对不对 老王就说 不是 我是骗他 我九十几岁了 所以 如果你只看今生的话 你就会被骗 然后你想的 你就是要骗人 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所做的呢 我先以我自己为出发点 想到我自己 结果每个人都想到自己 那每个人都在骗人 所以就看谁骗得过去 1965年的时候 有一个老奶奶 她已经九十岁了 真的九十岁 这不是骗人的 这个老奶奶呢 九十岁了 然后呢 她因为没有任何的后事 她先生也死了 她儿子也死了 然后儿子也没有后代 那所以就只有 她孤零零一个人 但是 她有一个房子 她住在法国 她在法国那边 她有一栋房子 算是不错的房子 那这时候呢 有一个律师 就跟她做了一个交易 就是 她这个律师呢 每个月 她愿意付给这个老奶奶 2500法郎 供她生活 2500法郎 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大的数目 她可以让这个老奶奶 每天过着非常优渥的日子 那她在想呢 因为即使这个老奶奶 她活到一百岁 她现在九十 再过十年 活到一百岁 她所付给这个老奶奶 每个月2500法郎呢 以这样子计算 还不足以 跟这个房子的价值相比 所以她这样子算一算 一定划算的 那这个观念 其实现在也有嘛 以防养老 就是用房子 然后换生活费这样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 算是蛮特别的 算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做法 那这个律师 他觉得 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因为了不起 说不定你活个五六 再活个五六年 应该就走了吧 那老奶奶呢 九十岁 她这时候呢 偏偏身体也非常的硬 她甚至还可以骑脚踏车 那于是呢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那这位律师呢 每天 每个月也就付给 这个老奶奶 2500法郎 过了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过了十年 老奶奶一百岁了 她还是非常的健康 还是可以骑脚踏车 这时候 这个律师 她心里面就愁烦起来了 因为当时 这个律师跟老奶奶 签了这个协定的时候 律师47岁 那过了十年 她这时候 已经57岁了 都还看不到老奶奶 有任何身体的异样 但是她觉得 我再过几年 应该就可以到手了 但是没想到 又过了一年 两年 三年 又过了十年 老奶奶活了 110岁的时候 她自己都觉得 很不好意思了 还写了一个卡片 给这个律师说 真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 我可以活这么久 害你一直付我 这个生活费 这时候这个律师 她已经67岁了 然后又过了一年 两年 三年 这时候律师 77岁 因为已经过了30年了 这个律师 77岁 得了癌症 已经先死了 结果这个老奶奶 又活了好几年 一共活了127岁 成为记录史上 年纪最大的一个女人 但是又有很多传闻说 其实这个老奶奶 并不是活到127岁 而是她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她没有承认 但是长得跟她蛮像的 后来顶替了这个老奶奶 延续了她的年纪 一直活到了127岁 这样子 不管这是真还是假 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每个人所想的就是 怎么样去占别人的便宜 各位 你买股票的时候 你不是要占别人便宜吗 你不是希望买在最低点 然后卖在最高点吗 那买你那个最高点的 他不就冤大头了 那卖你是在最低点的 他不就也是很可怜 你不是一样的想法吗 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都只看到今生而已 所以我们所想的都是罪 当然如果是出于神的 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和行 当然就不叫做罪 可是往往我们是出于私欲 所以很多罪就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之所以会如此 因为我们的眼光都只有在今生 我们眼光不是在永恒里面 如果你的眼光就像神的眼光一样 在永恒里面 那么如果今天你要说谎的时候 你想到将来有一天 在审判的时候 在审判台前 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被供出来 都要沉在神的面前 你还会想要说谎吗 如果你想到的是永恒里面 将来有一天你要接受审判的话 那你会想要说谎吗 应该不会 但是你有没有神的眼光呢 如果有神的眼光 那就必不犯罪 是有可能的 另外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思维 我们有神的眼光 我们不愿意犯罪 因为我们想到将来会接受审判 但是我们也应该想想 我们常常有时候 就是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 然后就犯了不该犯了罪 这个值得吗 我们其实不值得犯罪 其实这个罪 我们都知道 罪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求的 没办法达到完美一百分 这个叫做罪 但是罪基本上 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 告诉我们罪有两种 一种是你不该做的去做 这个叫做罪 犯了不该犯的 这个叫做罪 另外一种是你该做的不去做 这个也叫做罪 而且这种罪通常你会没发现 然后你犯的时候 通常就很严重了 我们知道大卫 他是神所高的君王 神祝福他 让他可以成为以色列所拥戴的王 但是他后来 他娶了这个拔士巴 他还灭了拔士巴他丈夫 灭口 杀人灭口 他犯了这个非常大的淫乱跟杀人罪 那为什么大卫他会犯这个罪呢 我们通常会认为 因为大卫他有一天 在太阳平息的时候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他从床上起来 然后在他的王宫平顶上游行 然后刚好就看到有一个妇人在那边沐浴 然后这个妇人容貌极美 所以大卫他就起了这个淫念 就请人去把这个妇人带来 然后与他同房 我们都会觉得他的原因是因为大卫睡懒觉 睡到太阳快下山了之后才起床 其实这不是原因 这是后果 大卫他的犯罪 其实在这里已经犯罪 他睡到太阳快下山 这个就是犯罪 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他的前一节 前一节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候猎王他们都出战 然后大卫他拆派他的元帅约压去打仗 但是后面有一句话 大卫人在耶路撒勒 他的元帅出去打仗了 这时候大卫并没有向他过去亲自带领 他的百姓 他的军队一同去出战 他反而待在耶路撒勒 他已经失去了那征战的灵 他该做的他没去做 以色列还有很多未得的地方 他没有去做 他该做的没去做就是一种罪 以至于他留在耶路撒勒 结果睡到太阳快下山 然后好死不死 起床了之后 又在他王宫的坪顶 就看到了一个容貌极美的妇人在沐浴 就是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个起因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征战的灵 他该做的不做 这个就是罪 我们常常也是该做的没去做 你应该好好来认识神 应该好好的传福音 你没去做 结果你就会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我们这一生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犯罪上面呢 实在是不值得 我们应该是懒得犯罪 我时间有限 我懒得犯罪才对 就好像 我不要随便感冒 因为我没时间感冒 要有这样子的想法才可以 我没时间犯罪 所以罪我不值得去犯 这是我们有永恒的眼光 因为我们今生很有限 你把你有限的时间 浪费在会犯罪的事情 这就是你没有永恒的眼光 那另外我们也要有永恒的思维 神的思维是什么呢 神的思维 第一个 让我们可以持续 坚持神的道路 我们不在犯罪里面去打滚 神的思维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悔改 我们即使犯罪 我们有机会悔改 我不要持续的犯罪 我可以回到神的道路上 走神的道路 我们常常说悔改 神可以给我们悔改几次呢 不晓得 但是改名字只能三次 对不对 如果你改名字 你不小心没有算对 那你可能就会走上这一条 不归路 对不对 就会同归于尽 那就很惨了 我们知道名字可以改三次 但是你悔改 你可以改几次呢 你在有限的今生里面 神会给你悔改几次呢 你可以思想看看 如果你已经第三次了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有可能走上不归路了 神 祂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祂也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 但是你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呢 你有没有用神的思维 来想你今生呢 如果你没有用神的思维 你反而越犯罪越快乐 你可以持续的犯罪 就像羊 它如果不小心跌在泥巴里面 羊是很干净的 羊毛应该要洁白的 它跌在泥巴里面弄脏了 你有两条路 你可以选择 就在泥巴里面滚 跟猪一样 就当猪 在那边滚 或者 你就赶快起来 你可以不要持续的在里面滚 除非你想当猪 就有一个小明 他房间很乱 所以他妈妈 有一天就很生气 小明 你赶快去打扫你的房间 跟猪窝一样 小明 也是很不客气 他就说 妈妈 你有看过猪在打扫吗 妈妈说 当然没有 小明说 那就对了 当然是养猪的人去打扫 快去给我打扫 你可以选择这条路 但是你就当猪 你可以持续在犯罪当中 但是你就是 当猪一样 在泥里面滚 你洗干净了 又回去滚 持续犯罪 神给我们机会可以悔改 那我们就要抓住机会 我们其实不需要犯罪 神 他拯救我们 他赦免我们的罪 他不是高高的在他天上的宝座 他是从天上 他来到地上 成为人的样式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舍了他自己 来取代了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 神 神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舍己 我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领受了神 他的这个救赎 我们要做的就是舍己 舍己 不是小看自己 是根本不要看自己 如果你不要看自己 你还会为了自己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吗 不需要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会不会舍己 我们要有神 他的思维 神所做的 他为人所做的就是舍了他自己 如果我们可以舍己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犯罪 如果我们有神的样式 从神生的 就必不犯罪 我们不愿意犯罪 我们不值得犯罪 我们也不会持续犯罪 我们更不需要犯罪 这有没有道理 阿们吗 阿们就要做到 但是我知道大家做不到 其实我也做不到 但是要慢慢的学 为什么我们要悔改 就是因为考不好嘛 考不好就是要重考 读考 再来一次 再一次对不对 再一次要更好 不是我们故意让他变不好 不是我们要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你就没有机会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 考一百分是困难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考一百分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可能考一百分 除非根本没有在考试 但是这不可能发生 如果你不追求一百分 你绝对不可能一百分 这是人一定会落入这个下场的 其实在以前运动场上 举重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叫做芭蕾里的瓶颈 芭蕾里是一个选手 他曾经举起了499磅 之后就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 所以后来只要有人挑战500磅的时候 就都失败 所以才形成了一个芭蕾里这样子的障碍 因为只要大家想到这个500磅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不可能 也许人举重的极限就是499磅 但是没想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运动器材的保养的人 这个工人 他发现当初芭蕾里他举的这个杠铃 其实不止499磅 其实是506磅 后来修正了这个记录 原来世界的记录保持者是506磅 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没想到忽然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有六个人举起超过506磅了 怎么会忽然大家进步如此神速呢 原来这是心理障碍 大家都以为那个499磅 就是人类的极限了 结果人类的极限不只是如此 当人知道原来可以不止如此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加的更加的进步 但是当你觉得你就是如此的时候 你就不会进步 当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不犯罪的时候 其实你必定会犯罪 如果你有信心 你觉得我可以不犯罪 那你就有机会朝向这个不犯罪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要相信今天约翰一书5章18节告诉我们的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 各位可能觉得可能过几天我忘了这件事情 我就又回到诸圈里面去滚了 但是没关系 神还有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这里的从神生的呢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原文 它是一个过去式 was born 从神生的呢 是过去从神生的 表示说不是我们 然后另外呢 它有加一个定罐词 的 表示说是过去那一个从神生的 那一个是谁呢 那一个就是耶稣 耶稣是过去那一个从神生的 第一个 他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的罪 舍命 如今他在哪里呢 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做什么呢 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祈求 所以他必保守他的儿女 那从神生的就是耶稣 他必保守他的儿女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在为你代求 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 你的嘴巴根本很少很少讲到耶稣 如果你的嘴巴常常讲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会想犯罪吗 你现在在做坏事的时候 主耶稣我感谢你 应该没这种人 那你在做坏事的时候 可能你的嘴巴就是没有在感谢主 没有想到耶稣 所以你就常常在犯罪 所以耶稣是不是可以保护你 保守你呢 阿们吗 阿们 耶稣他不只保守我们 他还为我们洗脚 他为门徒洗脚 他舍己 是为了别人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做事情 我们也是为别人洗脚 不是为了自己 那你还要犯什么罪呢 如果你都是为了别人 大部分 大部分就很不错了 然后再更多 只有更多没有罪多 这样子你就可以不犯罪了 各位有没有讲过梦话 你在梦话里面有没有骂过人 通常我们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对不对 所以你在梦里面骂人 有可能你在白天 你就是很想骂人 你有没有可能在梦里面 哦 主耶稣 我赞美你 可能很少 你在梦里面可能 不是在跟人家打架 不然就是跟人家吵架 那有可能你的里面 就是充满着苦毒 充满着那些记恨 充满着那些不讨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所讲的 也许你白天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你的悟性 你去控制 但是到了晚上 你里面的东西 你就会出来了 所以你要对付的是 你里面的东西 怎么对付你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装更多属神的东西进来 当然你要舍掉你 那些不讨神所喜悦的 就是舍己 如果我们连讲梦话 我们都可以赞美神的话 那我们还会犯罪的可能性 就会很小很小 另外我们的信心 也可以保守我们自己 这一段经文 五章十八节 最开头 各位有没有看到两个字 各位已经忘记刚刚读什么了 我们知道 在我们知道之前还有两个字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在这一节里面 你的圣经可能看不到 因为不是肉眼看得到的 有两个字 神说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 当你看到五章十八节的时候 说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你马上打个问号 你就不信就来了 但是如果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你前面加两个字 神说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你提醒你自己 这是神说 这本来就是神说的 如果你有看见前面这两个字 你必相信 而且你也必不犯罪 你就可以做得到了 这两个字不是我偷偷加上去的 是本来就在你心里面应该要有的 要刻在你的心板上 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所说的 我们如果可以看见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第三个 必保守自己 必保守自己就是保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然后会怎么样呢 恶者就无法害他 这恶者无法害他 这个害 他的原文是说摸的意思 也就是恶者就没有办法摸着你 就是仇敌没有办法摸着你 属神的人 你有没有常常被仇敌摸着 有时候我们因为别人不小心 可能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没有看见 你就觉得 他瞧不起我 或者是 他一定对我有什么样的意见 他一定是对我 或者是我上次 上次我可能在小组里面 我的分享 可能戳到他 这个是你想的 但是呢 如果你往这边想 你就被恶者摸着了 你就往负面的方向想 因为你怎么看人 就代表你里面 其实就是有相同的倾向 你觉得他是很糟糕的 其实你里面也是糟糕的 那你要怎么看他呢 你要用爱来包容他 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很糟糕的人 你反而应该爱他 你要包容他 而不是你要仇视他 如果你仇视他 那你就会跟他一样 你就被恶者摸着 我们常常无缘无故就会被摸着 其实属神的人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你可以不用被摸着的 这就是这里所讲的 那恶者也不能摸你 我们常常被摸着呢 根本就是自摸 你明明就可以不被摸着 但是你自己就自己被摸着 有些人还很享受这种受伤的感觉 因为受伤的时候 他可以去跟别人诉苦 装作很可怜 然后可以讨拍一下 很享受这种受伤 然后你就常常就是在被摸着的 那一种滋味里面 所以你可以不用被摸着的 雅各苏第四章第七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顺服神 误要抵挡仇敌 那仇敌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 所以我们要抵挡他 我们不要被他摸着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自己允许被摸着 那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 当我们被摸着之后 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 仇敌他不再能够控告你 我们常常做坏事 或者是做错事 我们会很懊悔 会觉得 哎呀 怎么这样子做 对自己实在是厌恶透了 但是厌恶透了 就结束了 如果你自己还 一直在想这些 做错的事 那你就落入了这个被控告 被仇敌控告的 这样子一个景况里面 我们应该要悔改 我们做错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要悔改 仇敌就不能控告你 犹大 他卖主 他出卖耶稣 他最后是怎么样呢 他最后上吊 他出卖主 他可以认罪悔改 他可以不用上吊的 但是仇敌控告他 因为他不知道要悔改 可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 我们不用走上 犹大的这条路 我们可以悔改 但是要有悔改的心 你必须要重神生的 也许你会怀疑 我到底有没有重神生 有些人受洗之后还怀疑 我是不是有真的重神 我是小组长帮我受洗的 好像不太算数 我是那个传道帮我受洗的 好像也不太行 我受洗的时候 用点水里这样子行吗 我是受进水里的 我浸在水里面 好像那一天 我记得我头好像没下去 难怪我的心思意念 一天到晚犯罪 没重生 你要接受这个控告吗 其实没有必要的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就必得救 你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你就得救了 你何必呢 你是重神生的 你就必不犯罪 我们没有必要 落入这仇敌的试探当中 除非你自己愿意 所以凡重神生的 必不犯罪 重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恶者不能摸你 恶者也不能控告你 我们常常在控告当中 以至于我们离开神 我们不要落到 这样子的景况 你必须要相信 在2002年 在意大利 有一则报纸 刊登了一个寻人启示 这个寻人启示 其实非常的不寻常 因为它里面 叙述了一段 这个故事 其实是 对当事人来说 当事人一定不敢承认 是什么的故事呢 是有一个妇人 当时他35岁 有一天 他在意大利 有一个城市 叫做瓦耶里的城市 在第五大道的停车场 被一个黑人强奸了 那个妇人 他后来怀了孕 那怀了孕 他不晓得 这到底是 他丈夫的儿子 丈夫的孩子 还是 是那一个黑人 所留下来的 但是他最后决定 他要把这一个孩子生下来 这个孩子被生下来的时候 是黑皮肤的 这个妇人 他是白人 他的先生也是白人 所以他们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一开始也是觉得 非常的困扰 但是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决定要把这个孩子养大 这个孩子叫做莫妮卡 他十岁的时候 一直持续的高烧 那后来到医院被检查出来 原来是白血病 这个白血病 除非要移植更换骨髓 否则就没有办法治疗 但是后来医生发现 能够适合他骨髓的 大概只有他亲生的父亲 因为已经配对过非常多的 这些骨髓捐赠者 他们的骨髓都没有办法适用 那后来这对夫妇 他们决定刊登一个寻人启事 希望能够 能够让这一个女儿 他的生父 能够看到这一则新闻之后 他愿意 他能够出来 用他的骨髓捐赠来 挽回他女儿的生命 那这一则新闻 后来引起了社会 非常大的讨论 因为大家议论纷纷 如果是这位黑人 他愿意出来的话 那他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而且他从此 他就要被大家臭骂 然后被指点 但是也有可能 当他出来的时候 他会成为拯救这一个 小女孩生命的一个英雄 过了好多个月 都没有消息 有一天 这一位黑人 原来当时 在十年前的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到城市里面 打听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一个餐厅工作 负责洗碗的这个工作 他非常的努力 但是他的老板 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 不管这个黑人 他怎么努力 这个老板总是对他 非常的苛刻 然后常常 因为做不好 就打他 那在那一天 风雨交加的那个夜晚 他在餐厅里面洗碗的时候 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玻璃 那这个老板非常生气 要他把这个玻璃碎片吞下去 这时候这个黑人 他非常的愤怒 于是他一拳揍了这个老板 然后冲出了餐厅 然后在路上 他非常的痛恨这些白人 于是他看到了 就是那一位35岁的那个富人 刚好在停车场 四下只有他一人 于是他就强奸了这个富人 后来离开了 离开之后 经过了十年 没想到 这一个黑人 他在另外一家餐厅 他却成为了这个餐厅的老板 因为后来 他到了另外一家餐厅 这个老板对他非常的好 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 他这时候已经是 在当地 小有名声的一个 一个老板 一个企业家 后来他也看到了这一则新闻 他看到这则新闻 那一天晚上 他跟他的太太 他们在餐桌上 他太太也聊起了这一个新闻 他太太说 如果我是这一个 这对夫妇的话 我一定没有这个勇气 把小孩生出来 并且把他们养大 我实在对这一个富人 他们这对夫妻非常的敬佩 那这时候 这一个黑人 他就问他的太太说 那你觉得那个黑人怎么样 他太太就说 这个无耻的人 他不只是 无耻卑鄙 而且在这个时候 他还不出面 他还为了他自己 不肯出来 面对这个事实 宁愿让这个小女孩 她的生命 就这样子要结束了 这时候这个黑人 他听在心里 没想到 这个黑人 他有两个孩子 都还年幼 其中一个男孩 他也讲话了 他说 这一个爸爸呢 一定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 生了这个孩子 但是却离他而去 这个黑人听到 他也非常的难过 但是没想到 当天晚上 这个五岁的小孩呢 他哭闹 不想睡觉 于是 这个黑人 父亲 他一时的激动 就打了这个孩子一个耳光 这个孩子回他说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你这个可恶的爸爸 这一句话 让这个黑人 他心里面非常的愧疚 在经过一个晚上的煎熬之后 他决定 他在隔天早上 要照着寻人启示上的那个电话 他准备要来面对 面对这件事情 后来终于 他到医院 他捐赠了他的骨髓 也救了这一个小女孩 各位 这一个黑人 他曾经犯下 这么严重的错误 但是在当下 在这一则寻人启示被刊登之后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他可以悔改 来面对 他过去所犯的这个错误的事情 这是他一个选择 这是他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你不理会他 你就在罪里面 你把它隐藏起来呢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有一口气息 活着 神都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呢 将来 有一天我们生命气息都会结束 当我们生命气息结束的时候 你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你就再也不可能去挽回 你也不可能做任何事了 但是我们 今天我们都有一个生命气息 并且我们都有一个盼望 就是将来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都是圣洁神的儿女 我们不再犯罪 我们不再有悲伤 我们不再有眼泪 我们都可以在永恒国度里面 享受主耶稣 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他所给我们丰盛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有限的时间 我们不要在罪里面 我们也不要犯罪 我们不要持续去犯罪 我们也不要给撒旦流于地 让他来摸着我们 来控告我们 盼望今天的信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相信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